美国时报这本文章写得非常长 我也看相当外行 因为解放军如果真的要打台湾 一定是数战数决 因为封锁你会引起国际争议 比如说你如果影响到人家的航线 影响到人家的航道 那国际社会是会抗议的 如果持续很多天的话 所以中国大陆不可能这样思考 比如说同样 比如说他为什么不去占领东沙岛 去占领金门麻祖 因为那个对他来讲意义不大 那个反而是 你造成了两岸的极大的敌意 然后国际的力量 刚好可以借这个借口来介入 所以他必然如果真的要打 其实马英九以前讲的是对的 就是守战及决战 那一定是用最短的时间处理 就是说即使有封锁行为 那大概只是阻止军援的进入 军援为主 而不是说什么 要挡住你的天然气 那还要等你储备用完 那储备用完至少就13天 怎么可能呢 这个太天方夜谭了 你去想一想 台湾天然气13天用完 然后才开始引起紧张 那13天之前 国际社会早就介入了嘛 怎么可能让你这样搞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外行了 这个赖老师他本身学军战略战术的 这个一看就是外行啦 真打怎么可能这样打嘛 嗯 所以呢 速度一定不会这么 他要阻止的就是军援啦 对 就是比如说那个 他这次军援他去设这个宜兰 还有东海岸 他避免美军介入嘛 这个就是很实质的嘛 嗯 那其他的就是直接输缠输绝了啦 对 经常就晚上啦 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717 若余帮你来打折